字幕 李宗盛 竹南 青子一粒歐 我們今天來拜訪的是龍鳳渝港 四山青子公園以及竹南啤酒廠 第一站我們到龍鳳渝港吃午餐 這邊停車是免費的 停車很大 也蠻好停車的 來龍鳳渝港 所以這場做一次就是騎腳踏車 跟這邊吃海鮮 那我建議拜訪的時間為 初秋到秋末的時間點 東北激風南下的時候這邊會很冷 汪油很大 所以建議的拜訪的時間大概是這個時間點 比較適合 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的時間點 龍鳳渝港不會很大 但是他也有熱炒墊 以及小型的魚飾柴 可以在那邊逛一逛 我們現在拜訪魚市場 你要吃蚵蝶對不對 對啊,長蜜蜂啊 好酷喔 你要吃這個嗎 大隻魚耶 對 他就是那個 只有魚鴨 魚鴨 對啊,這魚鴨不搭 對呀,這魚鴨不搭 他不是考...好硬 那個...寶貝 哦,哦哦 漫漫魚的很少啊 漁港很小 可以從那個入口出去看到尾巴的地方 這邊賣海蟬 可以在那邊找一下很喜歡的海鮮 我們敗忙的時間還是有點熱 所以垂丁王才覺得 悶熱的粉 有 旁邊有拱橋 它叫彩虹橋 可以通往另外一側的地方 待會我們吃完飯之後我們走一下這個彩虹橋 漁漫溫港其實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可以換掉一整天的時間 但是它主要的行程就是騎甲大車為主 那對於推推橋的地方是不太適合 所以我們今天只推車的行程為主 那我們在市場內用餐 第一餐這個是蔥豆腐 第二餐是柯爹 然後再來是炒麵 簡單吃 最簡單 吃完之後呢我們聽說這邊有個 炎香杯 還不錯的炎香杯 還不錯的炎香杯 它帶有酒味的 高粱酒味的香腸 價位四十塊還蠻合理 我們要往旁邊的 彩虹橋和移動 然後看到對方 遠方的地方有很大量的 風車 風力發電廠 海上風力發電 然後沿著旁邊呢是一連串的沙灘 為西海岸的地基地貌 這邊有大量的防風鈴 對它的彩虹橋是蠻好推的 因為它專門設計一種 時間大概是射壓 下坡的地方也是 好咯我們準備去下一站咯 十三親子公園 是一個 出來非常熱門的公園 公園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大 大概停留到半小時左右 小朋友很多 所以適合各個年齡層 這也停車場是免費的 所以 來這邊的話不要擔心 停車費的問題 路面平坦的好推車 也沒有什麼坑洞 所以這對嬰兒推的 是一個蠻好的友善景點 旁邊是一連串六滑梯 那我們可以從六滑梯後方的步道 往上 推到最前方的地方 喝完六滑梯嗎 把六滑梯的 把六滑梯的 這六滑梯是石頭六滑梯 滑度不是很滑但是蠻安全的 那還有火炎三造型的六滑梯群 他是一群喔 他還有上層 除了六滑梯他後面有一些 運動設施 值得一逛 帶大家去晃一下 他整體的構造 他還有更上層的六滑梯位置 設計的還蠻安全的 喔喔 好 我們把它示範一下 這滑梯的滑度 其實 他並不是很滑 還蠻緩慢的下來 還有吸水池 分別的 對 這麼熱 那這壇 不然 很安靜 就開了 非常的不錯 以及沙坑 是和各個年齡層小朋友來這邊遊玩 這邊還有親自友善廁所 水底關門非常不錯 小朋友累到困棄了 我們來到豬南皮脫場作為今天的最火一戰 豬南皮脫場是免費的停車場 裡面也是一個公營的單位 這邊適合拍照打卡跟買一些伴手禮 主要是臺灣也有公司的豬南分布 園區的公園非常適合打卡跟拍照的地方 各個款式的啤酒讓你拍照 這裡是巡邏基地濺戰 婿 Zahl 牙瑞丸 有一大一集可以結束 出 Onceấu 外面了 外面了 這裡是方便 這裡是外面的 Rhiankannt 水 我們走到販賣鋪跟他的四年的展覽所所在的地方 然後逛一逛 他的新聞時間度也是大概落在半小時到一小時之間 如果拍到塔卡之外的話 大概這個時間點 買到販賣部 可以買台酒各式伴手禮 還有五酒精飲料 當然還有賣油酒精飲料 我們最後一站的是豬南天人 這邊做個晚餐 所以今天的行程的結束 雅各而言 我覺得如果豬南一日遊 龍鳳魚港 吃山親子公園 跟豬南啤酒廠 這個規劃是比較輕鬆 也不會太過於 密集的行程 就不用感覺到很趕的行程 一般來說 有些行程會塞到三到五個行程 但對小朋友 有可能 三個行程就夠了 也不用太多 這裡也是一個舒適簡單的行程規劃 那雅各今天呢 開箱 親子推設行程到這邊 如果喜歡雅各的影片 歡迎訂閱或點讚 那我們下次旅遊見喔 各位掰掰啦 這個 吃包達